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人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早餐清腾 香脆培根与烟熏鲑鱼卷 2.午餐清巧 鲜嫩鸡胸肉搭配黎麦沙拉 3.晚餐星辰 迪文烹调牛排与红酒汁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腾 香脆培根与烟熏鲑鱼卷 各位亲爱的时事家们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早晨的美味谜题 为何香脆培根与烟熏鲑鱼卷 能构成未早餐桌上的明星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与历史的穿越之旅 首先,让我们从培根开始 培根,这个源自古老欧洲的食材 经过盐烟、烟熏、烘烤的过程 最终在我们的平底锅中翩翩起舞 发出那令人心最神秘的滋滋声 它的香气足以唤醒最深沉的睡眠者 而它的脆度则是对早晨第一口食物的完美期待 培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 如何用盐来保存肉类 而今天,它不仅是早餐的常客 更是跨文化交流的美味食者 接着,我们来看看烟熏鲑鱼卷 这位来自冰冷水域的贵族 经过烟熏的洗礼 拥有了一身迷人的金黄色泽和独特的风味 烟熏鲑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北美原住民 他们发现烟熏可以让鲑鱼保存更久 方便在盐冬中食用 而当它被卷入松软的面包或饼皮中 就像是历史的长河被巧妙地 卷入了现代人的早餐盘中 现在,当这两位历史名留在早餐桌上相遇 他们不仅仅是食物 他们是时间的旅人 是文化的交融 是工艺的传承 香脆培根与烟熏鲑鱼卷的组合 不仅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和口感的追求 更是一种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所以,当你在清晨 看出窗外的低一缕阳光 咬下那香脆的培根 品尝那烟熏鲑鱼的细腻滋味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 是对过去智慧的致敬 也是对当下生活的热爱 哦,当然 别忘了搭配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那才是完美的开场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轻巧 鲜嫩鸡胸肉搭配黎麦沙拉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看似简单 确运含住深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午餐选择 鲜嫩鸡胸肉搭配黎麦沙拉 首先 我们的像那些健身房里的古希腊雕像致敬 因为它们无疑是现代对鲜嫩鸡胸肉 热爱的早期启发 毕竟 如果赫拉克勒斯 Herculeys有一个Instagram账号 它的午餐肯定会是一盘高蛋白的鸡胸肉 来维持那些令人羡慕的鸡肉 而黎麦 这个在古代印加帝国 被视为母亲的古物的食物 现在已经成为超级食物的代名词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南美洲 当时 印加人认为黎麦是赐予他们力量的神圣食物 现在 它在全球范围内被健康爱好者所追捧 几乎成了瑜伽爱好者和素食主义者的官方徽章 当我们将这两种食材结合在一起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制作一顿午餐 我们是在创造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 交汇点 想象一下 一个古印加战士和一个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员 坐在一起共进这顿青桥的午餐 他们会谈论什么呢 也许是关于谁的腹肌更加分明 或者是谁能举起更重的石头 但让我们回到现代 这顿午餐不仅仅是对古代文化的致敬 它也是对现代生活节奏的一种适应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的是快速 营养能够提供持久能量的食物 鲜嫩的鸡胸肉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 而黎麦沙拉则为我们提供了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及那些让我们的脑细胞和肌肉细胞 欢欣鼓舞的复杂碳水化合物 所以 当你下次坐下来 享用这道轻巧的午餐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在吃饭 你其实是在参与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一场连接古代与现代 连接不同大陆和文化的盛宴 而且 因此而变得更加分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星辰 低温烹调牛排与红酒汁 各位饕天好友 今晚我们将一同启程 好像一个繁星点点的美式银河系 晚餐星辰 我们的目的地是 一颗闪耀柱诱人光芒的美式星球 低温烹调牛排搭配红酒汁 首先 让我们揭开低温烹调的神秘面纱 低温烹调 或成苏维底 法语中的真空 是一种降食材密封在真空包装中 然后在低于传统烹饪温度的水中 缓慢烹煮的技术 这种烹调方式 就像是美食界的冥想 慢慢地 耐心地 让牛排达到完美的熟成境界 这不仅仅是烹饪 这是对时间和温度的失意控制 而牛排在这样的环境中 就像是在温柔的星辰中沐浴 它的纤维慢慢放松 肉质被封存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星辰大海 当你切开这样的牛排 你会发现它的内部色则均匀 没有传统高温间 考试那明显的熟度渐变层 这就是低温烹调的魔法 接着 让我们谈谈那星河般流淌的红酒汁 红酒汁是牛排的灵魂伴侣 它的制作过程 就像是天文学家解读宇宙的过程 需要精准和专注 首先 选择一瓶适合烹饪的红酒 不必是顶级的酒款 但至少要是你愿意喝的酒 将红酒与牛肉的基底 香料和香草慢慢熬煮 让它们的味道融合 直到汁液变得浓稠 如同星系中的物质聚集成行星 最后 当你将这低温烹调的牛排 和细腻的红酒汁结合在一起 那一刻 你的味蕾将体验到一场 宇宙级的味觉大爆炸 每一口都是对宇宙奥秘的赞歌 每一滴汁液都是对时间流逝的颂用 所以 亲爱的美食探险家们 当你们下自品尝着到晚餐星辰 不妨想象自己 正坐在浩瀚宇宙的餐桌前 享受出星辰斑璀璨的美味 记住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这是一次穿越味觉银河的旅行 Bon Appetit 或者说 星辰旅途愉快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早餐 午餐和晚餐 三道美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从培根到烟熏鲑鱼 从鸡胸肉到藜麦 再到低温烹调牛排和红酒汁 每一道菜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和魅力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文化和历史的结晶 它们跨越了时空 将古代智慧和现代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每一口食物都是一次穿越 让我们在味蕾的世界中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 这些美食也告诉我们 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享受其中的乐趣和美好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拥抱简单而美味的食物 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呵护 也是对文化和历史的尊重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对这些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 请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世界 品味生活的甜蜜和风味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